哈喽,大家下午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两台 SP64 这台是V2,这台是V3 我们今天就来做个简介单的对比视频 这个时候我已经把包盘拆开了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两个都是SSP包盘 V2和V3它本身的结构上会有点小区别 V3的 它是把这个 上面的刻度盘 跟这个包盘这里是分开的 V2的虽然也是分开的 但V2的 它跟上面的 这个入窦口 这个结构像个圆柱体 这个是连在一起的 这是两个区别 然后本身 V3的电机 做了优化和升级 我们然后转到侧面来看一看 我选的这两台都是银色 现在侧面大家可以看到 V2的底下还是一个黑色底座 然后V3的它颜色 整个颜色也做了优化 空体颜色 然后侧边的这个按键 按键是其实差不多的 包括这个 转速的这个感觉 手感都差不多 侧面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 都是这种磨砂营 摸得挺舒服 再回正面 我们看看正面 这个是V2的 我们看一下放在V3上面 也是没问题的 重量区别在哪里 它都等于是 V2的在这里 V3的 改到了下面 这个位置 这样做优化的话 它那个防水粉的效果会更好 还就是下面的底座 V2的它是没有任何磁吸的 就是放在上面 V3它加了磁吸的结构 你看一个小磁吸 这样更加稳固 刚都放了这个 丁丁杯也不错 两个丁丁杯也是差不多 没什么区别 最大区别就下了这个底座 原版的其实也预留一个放磁吸 但它没放 它底下没有放磁吸 V3 有这个磁吸结构 基本上外观就介绍完了 差不多这东西 两个都是SSB刀盘 待会我们就 同样 两杯做个意识 展示一下它的研磨效果 然后出品效果 背比一下 然后我先把刀盘装上去 还要讲一点它的调刻度 内压的调刻度 是这个磅的大盘 这些调 V3它改造了上面 调起来更轻松 它是转上面这个 这一节去转 不然它是转这个大盘 我们两个把磁吸收都差不多 好的现在开始圆磨 对比 先把摩托机打开 两个转速都是一样的 现在开始一起加斗 大家注意看一下它的 猪粉效果怎么样 这边是V2 这边是V3 大家看到其实就是 黄金键的效果都还不错 准的状态也不错 比较蓬松 都还可以 微不足的是什么呢 这个V2稍微刚刚有点小挑逗 小挑逗还是因为它这个 大家看到V3的结构 这里做的收口 V2没有 不要还是看得到那个 大盘的 这里有点小挑逗 有一点小挑逗 但猪粉效果都是 挺不错的 都还不错 马上我们就来 对比下作为咖啡喝喝看 味道上有什么区别 这个咖啡汁做就完成了 现在都放两杯浓醋 一样的豆子 用的是这个 变色浓的 小熊饼干 我们来喝喝看 先喝一下 V2的表现 不得不说 SSP刀盘的 其实做出来的味道确实 很纯净很干净 这个味道比较温和 舒服 再试一下V3的 这都对比 这点 威尬的 说实话区别不大 区别不是很大 有区别 但是区别不大 这边更香一点 就香起 更清新一点 更香一点 味道两个 差不多 这个更香一点 确实 闻一下 这边确实更香一点 仔细体会一下 味道风格 区别不会很大 V3的优点 可能是香气方面 会更加的明显 明亮 突出一点 最后的 我觉得 各方面的优化 不管是外观 功能上 V3都是很不错的 主品口感上也有提升 还是非常值得推荐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了解一下 今天的视频就拍了 谢谢大家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